青春山海线共享山海季 于5月20日正式揭开活动序幕 即日起至6月11日 与芙蓉大草坪和大家共享山海之美 活动策展概念结合时下最夯的露营风格布景 以及与艺术家合作打造共聊特色意象彩绘冲浪板 透过冲浪板艺术 展现当地人文美食与自然地景 开幕仪式中展示与在地星空城艺术村 艺术家合作的彩绘冲浪板 以共聊受欢迎的水上运动冲浪为发向 利用鲜艳色彩和特色图案 来呈现共聊人文美食与自然地景 其中包含青春山海线 范围内知名的淡然古道景点 虎姿杯 韩女采集石花枣 共聊包 山药及福隆便当等 并借由自行车环绕景点的异象 将五块冲浪板串联成一幅专属共聊的大型风景画 在开幕仪式时 由新北市政府副市长谢震达与多位贵宾一同提起话笔 共同完成串接着整幅图画的自行车道 正式宣告青春山海线共享山海纪活动开始 新北市谢震达副市长表示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来 在尝试着用比较长一点的活动期间 从520一直到6月11号 连续四周来办理我们 共享山海纪的这样一个活动 去这几年一直在办青春山海线 能够把我们东西角122公里的海岸线 能够串联出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个风景线 开幕当日下午 于六芒星天幕下有在地艺术家林一秋老师的手作课程 带领民众一同制作彩绘浮标盆栽 傍晚时分则有专业瑜伽老师带领的海风瑜伽课程 晚间6点到8点 则于舞台区展开新光音乐会的第一周精彩表演 在主题人号角响起轻松幽默的带动下 多位聊绿系明星艺人 接力演出热闹整个福人大草坪 接下来两周还有更多坚强卡司 包含郭志盈 张云津 张雨龙 郭忠祐等多位艺人将陪伴大家度过周六夜晚 别换人们唱喔 你的心有一道墙 当我发现你闪闯 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 就算你有一道墙 这次是以野餐露营风为基础来带出共聊的在地特色 那周末呢也有我们的手作试集 然后也有一些文创的东西跟体验课程 然后还有现实的几张活动 现场呢也有我们结合在地的艺术家创作的冲浪板 可以供民众们 还有大家来玩的时候可以来拍照喔 微响应本次青春山海线共享山海记活动 在地上加益自出优惠给民众 活动期间出示青春山海线共享山海记活动集张卡 即可享有店家专属房价优惠 公民记者蔡宗和李思宁高维成 新北市共聊区采访报导 新北市共уда 新北市共 되�lerin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